那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环节呢 我们是来到了香港尖沙嘴 今天的港漂创业故事 做客我们的嘉宾是 思杰牙科医务中心的创始人 赵汉青先生 他呢将会和我们一起分享 创办牙科诊所的心路历程 赵先生您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那其实成立一个牙科诊所 这个想法何时产生的呢 其实从毕业开始大概两年左右吧 就想自己开诊所了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自己已经有一定的临床经验 而且也有一定的客源 所以说就那时候就打算 想自己创业创一番事业 那其实自己创业 跟在一个医院里面 给人家工作的话 那其实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医院里相对稳定一些 而且永远身边就有一个 比如说高级一些的医生 或者也可以帮忙 当初我们刚编的时候呢 还有老师可以在身边 但现在自己出来之后呢 完全是我们叫的单打独斗 就只有一个护士跟你拼 然后其他的身边 基本上没有人能帮你忙的 然后另外呢 就是你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考虑 比如说成本呢 没有客源呢 或者是比如说你其他时间啊 还有很多是一块棉花 一个针也是一个成本 但是在跟其 基本上你在医院打工 或者在其他地方打工的时候 你不会想要这些成本的 其实你在创业初期都遇到了哪一些困难 又是如何去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一开始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客源 所以我们一直在在想 因为我第一我们是公国内背景嘛 然后我们从在那个地方 完全没有任何的 就是没有任何的客源 带走的情况底下 去重新开一个点 所以说客源是一直是我们的最大问题 一开始 然后另外就是资金链 就是说开 因为给你开一个诊所的话 需要很多现金流和资金链 不能断 如果资金链一断的话呢 就相当的 就我们就讨寒 所以说我们在当初 还有客流和资金链方面 有蛮大的一个困惑 客源吧 其实在香港 只要客户对你信任的话呢 他会介绍一个 另外一个的客户给你的 所以说客户慢慢累积 大概在半年到一年左右 我们意见诊所 已经可以接近到饱和的一个程度 客源慢慢就可以慢慢累积出来 慢慢的去做我们的口碑 但资金链方面呢 其实也跟客源是成正比的 比如说你有客源 你自然就会 慢慢就会累积一些资金链 而且资金链方面 如果你实在解决不了的话 香港也是银行的 也是也有一些银行 愿意帮助你们的 其实每个人都说 牙医是非常非常非常暴力的 其实我都没有这个感觉 我就觉得牙医是蛮辛苦的工作 你说成本 其实牙医成本是蛮高的 比如说租金啊 或是人工 而且每一件货 每一件仪器 它们都是一个成本 如果是一开始 开设一个诊所的话 其实成本也相当的高 而且回本 也是用相当一段时间 这个压力 中间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说并不是每个人 都看到你创业的时候 哇你就是 你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 并不是这样的 其实香港的牙科诊所的 市场环境是怎么样的 大家对这个牙齿护理的意识 又是如何的呢 其实香港 创业 就是香港的牙科市场 或者口腔 我们的口腔医疗产业市场 是蛮特别的 它第一 它香港每年就有50个新生去毕业 但50个新生毕业里的 有大概一半左右的 被医院或者政府已经是招聘了 所以只有大概20到30个医生 是每年是流出市场 但是每年在香港人口增加 至少得20到30万 所以说这是对 所以说如果按这个趋势 如果香港政府没有一个 很明确的政策 去推广 吸引国外的牙医区来香港的话 基本上香港的口腔医疗产业 在未来50年 甚至100年 也不可能饱和 所以说这是一个 我们就是可以说 这如果你需要准备的话 你可以需要准备一些 这些marketing 就在市场一下 你了解一下你的市场 比如说哪些地方 在人类比较密集一些 或者哪些地方会有 会变成一个新兴的一个 人口密集的 更加密集的一个地方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在那些地方 创业的话 这样肯定会有一番 就肯定会一番作为的 我知道您是在内地成长起来的 那在香港求学 又在这里工作和创业 有没有想过 有一天将你的事业 来去发展内地呢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比如在国内 口腔医疗产业 也是有很多的隐患 比如说医患纠纷 在国内其实是蛮严重的 就是基本上 因为我们因为母亲 其实我受母亲影响 母亲也有可能给我很多的建议 他如果你在香港做得好的话 未必 你必须回来国内 但是呢 但我们一直想 将自己的专业 想将自己的能力 形成自己的管理技巧 就是带回国内去 其实我们在以前 就是比如今年吧 我们也有些项目在谈 比如说在重庆一些项目 或者是在石牙庄 也跟我 就是我跟表哥 在石牙庄也有些项目 稍微再谈一些 基本上如果是在香港的根基 如果扎实的话呢 我们再往 再回到国内去 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那我知道您是在香港大学 读的这个牙医专业啊 我们都知道在香港读医学 可能是很辛苦的 要读五年啊 可以和我们分享 你在这五年的一些故事吗 这五年其实是 其实有考虑 中处肯定有考虑放弃的 比如说你这里到底是 因为你不知道 在自己是做什么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每天啊 你打这些书本 而且所有英文书本 因为在国内咱们书本 全是中文的 来之后 你便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换成英文 所有专业名词 呀 那么长的一个专业名词 你就觉得吓 你就快吓死了 就是慢慢学习 慢慢的慢慢换 头一两年 比较特别辛苦一些 因为你需要 我们叫pick up 就需要慢慢的去把以前 你所有不坏东西 都把它抓回来 然后第三年 第四第五年就是临床 临床时候一开始呢 你跟香港人本地人他的沟通 也未必特别的顺畅 所以说你在想 中初你肯定会打退档鼓 中初你做的不好的时候 比如说你补牙补烂了 因为我还读书 补牙补烂了 或者是你补完牙之后 还剧痛 不会有痛的话 这样你就非常 病人给你打电话 你就非常沮丧 现在我们有护士 帮我去去管理病人 但是当初我在读书的时候 是我个人去管理病人 所以刚才读书的时候呢 当病人凌晨啊 一两点钟 突然给人打电话说 你昨天还给我补牙 今天突然变疼了 哎呀 这感觉实在是太糟糕了 然后第二天 但是第二天 你不能马上再看他 为什么 因为第二天 你可能也没有课 或者第二天 你晚上才有时间 帮他看一下 但他白天 但他只有白天才有空 所以我中途 感觉是太糟糕了 那其实在香港啊 本地人对于牙齿护理 以及牙齿保健的意识 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香港大部分人吧 我刚刚大概 六到七成人呢 其实对口腔护理 还是意识稍微偏薄弱的 这我相信 它是对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来说 是比较差一些的 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 可能他们大概八到九成人 都已经有了一个完善的 一个口腔护理一个体制 比如说他们 比如说我上 我在读大学五年 就去过瑞士 去做一个交流吧 去看他们的怎么去做 他们呢 是没有假牙的 他们整个国家 是没有那种的摘下来 那种假牙的 那没有的 为什么没有 因为他们没有tooth loss 就是他们没有牙齿流失 他们不会拔牙 因为他们一直从小 从小只要有牙开始就检查 只要有牙界时就去洗牙 这是政府帮他们全部包了 政府全部cover的话 这样他们已经从小到大 已经有一个 完全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所以说他们呢 都在那个口腔卫生上 伤得好很多 在香港因为大部分 所有的口腔治疗 大部分治疗吧 比如说平民来说 都是自费的 所以说他们呢 大部分香港的民众 能不花钱就不花钱 除非疼得要命 否则他们就不一般的说 他们一般的能忍就忍 而且大部分意识来说 可能受很多广告的渲染 比如说 刚入去牙膏 或者是什么牙膏 能防止蛀牙周病 防止什么什么 什么都能防止了 好 就靠这牙膏了 但其实非也 其实很多 很多人都是到最后 牙齿 比如说有牙周病了 牙界是很严重了 或者有些牙齐出血很严重了 才来看牙医 然后再拿出一个牌子来说 不是这个牙膏可以防止吗 其实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 应该是在比如说 可能在第一个广告吧 可能广告上 大大的推广了某些牌子的 我们可以有一点过分的一些效果 所以说广告令到大众 他们对这个 他们植入了 他们基本上广告已经植入了 他们大众脑海里 他们觉得一个压高 就可以搞定所有东西 所以说他们就很少来看牙医 那刚刚你有谈到 在您创业的时候 你也听从了母亲的一个建议 那其实家人对你的这些创业的这些做法 知不支持呢 对 其实家人对我方也创业十分支持 因为比如说我想读牙医吧 母亲已经是对我完全十分支持 因为母亲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医生 她现在在天津在教书嘛 她在教书 对 她也是把自己的知识 自己所学历 学过的经验 一些全部都教授给一些她的下一代 然后我也有 我也从中获益良度 她每次跟她去电话的时候 她都是从中或者每天我们对微信来往的时候 然后她都是帮我提点一些新的一些建议 或者是盯住我一定要抓紧某些的一些细节 一定要注意 所以说他们都是妈妈就是对我选牙科 是十分支持的 那么爸爸呢就是对我创业呢 就也是十分支持的 但是她老嘴的跟我说 我们说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金融脑子 那就很容易上当受骗 为什么呢 对 因为其实我就是创业过程之中 刚才你主持人说那个她遇到什么困难 其实我在选第一个partner拍档的时候啊 也曾经就是被也曾经摔过一跤 那其实如何去选择合适的合伙人呢 对 其实我在这一方面的确不是十分专长的 一般上我都把我的 比如说我 其实我一般的是做企划比较好一些 就是我的长处在企划 就我的长处在找地方 或者是在一些其他别的客户啊 如何去经营把客户经营起来 这是我的长处 创业成本的话去算计的话 一般都是我的partner搞定 因为我们有三个partner 加起来我T超跟我另外一个利益生 那个是一个partner 那利益生呢他算数相当的棒 他基本上每一条是每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item都能可以算得相当好 所以说我们是互补嘛 互补不足 然后我呢就负责去找客人 去好好的做好压医 然后他呢去负责把数字记好 所以我们有一个互补性在这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开办一个牙科诊所的话 固定资产的这个投入是很大的 其实您是如何控制这个财务方面的成本 如何控制现金流的呢 对 我走理念 其实我走的是第一大众性理念 就是比如说我一定要是 我把所有的诊所 所有的医生全部培训 去教导他们说我们既然作为医生 一定要去服务别人 不能去只想去赚钱 如果你想去赚钱的话 你可以是做投资银行 你可以做其他的地方 你不用做压抑 如果你把脑 就是你把你的思维 全部盯在病人的钱包里的话呢 那肯定病人会能感觉到的 所以说你提出了任何的治疗方案 病人都不会接受的 所以说我这样去 我这样去教导他们说 钱只是一个副产品 如果你把钱当主产品的话 到头上你还是没有钱 所以说我们的经验方案呢 就是第一大众化 第二价位呢 是在中档或者中档偏低 然后我们走的路线呢 一般都是非常亲民的一种路线 而且我们还专注了很多国内市场 好的 今天呢非常感谢赵汉青先生 做客我们非财勿扰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周一再会 我们下周一再会